你们好 哈 你好 这么多牛是你们家的吗 是我们村里有好多家的 就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 下面那条路是通往哪里的 是通往牧场的你要去牧场吗 不我好像迷路了 还有你们 这也没有信号导航也导不了 那你现在要去哪里 我准备回县城了 这不是你看物业大 手机也没有信号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吗 那你要远路返回 下面才有信号 要远路返回才可以是吧 那谢谢你啊 不客气 那小朋友你那么小就出来放牛了 是你多大了 9岁了 哎呀真的太厉害了 那你们慢慢忙啊我就先下去了啊 前面这两个小朋友好像 正是在上面放牛的那两个 走去看一下呢 你们两个怎么走那么快呢 你咋就阴魂不散呢 我们两个就是从上面小路走来的 所以很快 你这个吃的是什么 这是燕麦驼 你要吃吗 不要了不要了 你们吃吧你看就剩一坨了 你们吃吧 我们两个吃的已经差不多了 尝一个吧 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谢谢 不客气 哇这个真的很好吃 嗯 是吧 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你们平时都是吃的是这个吗 不是只有我们上山的时候才会吃 因为容易带嘛 外面带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来弟弟好吃吗 好吃 哦 弟弟有点害羞啊 哎弟弟你怎么这样喝水呢 这个水能喝吗 能喝啊 这个是农夫山泉很干净的 哦 对了你们两个是兄妹吗 对他是我弟弟 我看你们年龄也不大 跑那么远去放牛 你家里的大人呢 我爸妈他们都在外面打工 然后家里面只有我们两个小孩 我还有就是 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外面读书嘛 家里面只有我们两个孩子 就过来周末看一下牛什么 就喂一下牛什么的 哦 哦 对了你们平时也这样上来放牛啊 没有 就周末的时候才能一下 那平时呢 平时谁在看呢 平时没人看就放在上面 这样不会丢吗 不会的 他们会自己吃到然后回到 那我们先下去了 下去了是吧 那你要走路下去吗 对 那你家在哪里啊 就在下面那个小情况 要不这样吧 坐我的车下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可以走下去 没事没事 你看我车就在上面 走吧没事的 就坐我的车下去吧 反正我也下去是吧 那麻烦了 没有没有走吧 嗯 来上车吧 慢一点啊 谢谢谢谢 没事 注意我要关车门了 今天谢谢你了我们家到了 没事没事不用谢 你们回去吧 我就先下去了啊 哎叔叔 怎么了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去我们家弄点饭吃吧 不用了不用了 饭就不吃了 你们回去吧 今天这么麻烦你了去嘛 走 那要不这样吧 我口有点干 到你们家去喝点水吧 可以可以 这就是我家 这就是你们家吗 哇你们家院子好大 随便找个地方坐 我去给你找水吧 好可以的 好 谢谢啊 慢点喝 喝不了了 没事没事 谢谢 对了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边有没有小麦布啊 那下面有个小麦布 但是东西很少 没事我去看一下 要我带路吗 不用了不用了 我去去就来啊 都在喂猪了 哎叔叔你买了这么多东西 没有就是这下面小张店里面也没有什么可选的东西 就给你们买了两件饮料 他让你破费了 不会的不会的 那我就 那我就弄饭吃吗 不吃了不吃了那我就先下去了啊 等有时间我再上来啊 那我送你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送了 怎么了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我叫云子墨 子墨叔叔 你们两个呢 我叫拉座然后我弟弟叫拉者 拉座拉者是吧 对 好那等有时间我再上来玩 你们要好好读书啊 那走了啊 拜拜 路上最安全 好可以 你 你 好 的 谢谢大家